黄春菊 在乡下,紧挨着路旁有一片游园 游园里有一个小花园 花园里面有许多花 周围是一排刷过漆的栅栏 紧靠着道旁有一个小沟 小沟里长着一株小黄春菊 一天早晨,黄春菊的花盛开了 闪闪发光的小花瓣向四处散开 就像是太阳的光芒一样 她从来不想去自己是一株可怜的 大家都瞧不起的杂花 她总是非常高兴的面向温暖的太阳 听云雀在空中唱着歌 栅栏里长着许多名贵的花 黄春菊很崇敬地看着它们 心想 它们是多么艳丽啊 多么可爱啊 那些美丽的小鸟一会儿飞到那里去看看它们 一会儿飞到那边去看看它们 我多么希望我能有机会靠近它们 正当它这样想的时候 云雀飞过来了 它跺到了这株黄春菊上 小花儿又惊又喜 简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好 小鸟儿一边围着它跳舞 一边唱道 小草多柔软 小花儿多甜蜜 伸着金子新 穿着金银衣 可不是吗 黄春菊的花蜜是黄金色的 围着花蜜四散的小花瓣 则洁白的闪闪发光 小鸟儿用嘴亲吻了黄春菊一下 然后就飞走了 黄春菊高兴极了 过了足足一刻钟 它才清醒过来 它又腼腆 却又充满欢乐的眼神 看着花园里的那些花 它们自然也看到了 降临在小花身上的荣誉和幸福 因此都很不开心 就在这时 一个小姑娘走进了花园 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静止走向郁金箱 把它们一支一支的砍下来 黄春菊很庆幸自己 是一株卑微的花 太阳落下去之后 它卷起花瓣 进入了梦乡 它整夜都梦见太阳 和那只小鸟儿 第二天早上 当小花儿又幸福的 将自己的花瓣伸向空气 和阳光时 它又听到了那只小鸟儿的歌声 不过它唱得十分悲伤 原来它被囚禁在笼子里了 放在了一上敞开的窗户旁边 小鸟儿失去了自由 它的情绪很悲伤 黄春菊非常希望能够帮它一下 可是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从园子里走出来两个小男孩 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刀 它们静止走到黄春菊面前 嘿 我们可以在这儿 挖一株漂亮的黄春菊给云雀哦 一个孩子这么说的 接着就动手把黄春菊挖了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笼子里面的云雀前面 现在可怜的小鸟儿 正为自己失去自由而悲伤名叫 它不停地在笼子里 用双翅铺打着铁栅栏 黄春菊却连一个安慰的字眼都说不出来 就这样 一个上午过去了 这里一点水都没有 被囚禁在笼子里的云雀说 它们都出去了 一点水也没有给我留下 我的嗓子发干火辣辣的 于是 它把小嘴伸进了黄春菊那块湿润的草皮里 这样它可以清凉一些 小鸟儿这时对黄春菊说 嗯 你这可怜的小花 在这儿你也会凋谢的 它们把你和这一小块草皮拿来给我 换走了我在外面所拥有的整个世界 哎呀 你让我明白我失去了多少东西呀 黄春菊在想 怎么可以安慰到这只可怜的云雀呢 可是它连动动花瓣都做不到 不过 它从花瓣里散发出的芳香 比往常散发的香气都要浓烈得多 小鸟儿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虽然它渴得要命 但它丝毫不去触碰黄春菊 到了傍晚 还是没有一个人给小鸟儿送一滴水来 它展开美丽的翅膀 惊弯地颤抖着 它的歌声变成了令人揪心的唧唧声 它的头垂向小花 它的心因悲伤和渴望而破碎了 黄春菊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把自己的花瓣收拢入睡了 它带着病痛和悲伤垂向了地面 直到第二天早晨 孩子们才回来 它们看到小鸟儿已经死了 便伤心地哭了 小鸟儿的尸体被放进一个漂亮的红色盒子里 它们要为它举行像皇室那样隆重的葬礼 它们为小鸟儿堆起一座漂亮的坟墓 坟上用花坠花瓣点缀着 可是连着草皮的黄春菊 却被扔到了路边的尘埃中 谁也没有想到它 然而 这一朵可怜的黄春菊 却是最关心 并且最想安慰小鸟儿的那一个